我們又買晚飯 我們再購買多10元 我見很多現在翻了很多報紙 再買10元 你還排過嗎? 對 不是,我有些朋友在 為何你排過? 你那些要賺錢嗎? 因為最後要做多些資金 我朋友叫我幫他買10元 我上次也買了10元 對於之後他沒有蘋果日報 你的感受是怎樣? 感受有些不是很舒服 不是那麼捨得 沒有了一些真事讓我們知道 我們很難知道新聞是真 那你會不會轉看其他媒體嗎? 我已經沒有看電視很久了 那可以忙嗎? 不是忙就是不想看 還有有些女人射頭鼠 我不想看 你明白嗎? 網絡媒體都是看自己適合看的 那些 例如有沒有推介 那些什麼? 有沒有推介自己心目中的 網絡媒體在哪些媒體? 這裡可以說的 沒有說是 老蕭、大紀元、港產會館 那些 比較中肯的那些 還有一個是 我不記得那個名字 漢中國 那些什麼 你喜歡在美國 有什麼 可以知道很多真相 說真話 因為有很多現在 都是有些 不會說真話給你聽 好像疫情那樣 死人 都是不關他的事 什麼都是不關他的事 看了多少年 讀者在66 都是農讀者 我又不是經常看的 我有空就會看 買來看 如果有大新聞就會買來看 通常都是訂閱 現在在手機就看到 因為我覺得 報紙都是不環保的 還有看完那些手 黑蜜蜜的 要洗手的 都是在手機看 訂閱 多數是在網上 對 非常好 你平常 我身上有沒有學到 什麼的東西 看了那麼久 沒什麼學到 但是知道很多真相 我真的沒有看到什麼 學到東西 我看完那些重要新聞 我就不看了 那些廣告 那些我不太看了 其實那些是八卦新聞 我都不會看到 你覺得失去蘋果 就是對香港的打擊 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呢 我感受好像是 打壓 還有 就是走回以前 文革那個時代 文革 為什麼有這個 因為我小時候都聽到 我的朋友的家長 就是我們讀書 有些朋友的家長 他們是受過共產黨的迫害 他們才是偷渡下來 就是自己 他們偷渡下來 他的爸爸媽媽都是 因為 因為共產黨打壓 都是自己 弄到自己很窮 這樣 他們 他們的家長呢 很討厭共產黨 那我現在都感受到 連老師買五份報紙 都要被人捉背 買報紙而已 買報紙而已 可以怎樣稱呼你 Joyce 你是香港 就是土生土長 是啊 我是土生土長 我家人呢 我爸爸媽媽都不 大陸沒有親戚的 就是沒有親戚 都沒有 很少說以前 不背很多山褲啊 穿很多 帶很多東西回去沒有的 所以我對大陸呢 都沒有什麼感情的 因為大陸的東西太假了 自從三嘴青鞍 孔雀石綠啊 假雞蛋 我覺得他們 全部的東西都假 我 我很多年 我都不 除了買菜那些 我很多年都沒有 買大陸的食物了 真的很怕 吃少些 買第二個國家的 台灣啊 新加坡啊 那些 日本我都不會買 因為那些輻射呢 我覺得他都還沒 還沒搞定啊 你覺得香港現在 越來越像大陸 我覺得一早像很久了 慢慢慢慢漸進色 你什麼 知不知道什麼叫漸進色 現在他更加變成管家 他都不管了 即是 趕快收回 因為那些領導人還沒死 趕快收緊了 但是他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 即是可以這次用這個手段 這麼快地 壓殺了一份工 整個生存空間 這些就叫做打壓 清算 我都預料了 即是 這樣 我想就是 這些或者我想錯了 希望不是 那他最初 國安法說 影響一小撮人 你覺得現在這個一小撮 是 即是 你怎麼看這個 他經常說 即是失業些人 要幫啊 其實他沒有幫到 還要打壓 人家已經失業了 還不給人家出了 你說 你說 即是是不是很矛盾 即是有那個員工 你已經不幫那些失業的人了 還要令到那些人去失業 失業還要不出錢給人家 人家公司會想出錢 但是都沒有錢出 即是你 即是是不是很矛盾 即是我覺得是躺平了 最好了 躺平 是啊 這些大陸名詞躺平 我覺得就是 不是被人躺平 我就躺平了 是啊 香港人都躺平 是啊 躺平 是啊 多好啊 躺平 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就躺在那裡 見到今晚這麼多人出來 包括你自己在內 都扔了這麼多個鐘 其實反映了什麼 或者代表了什麼 你覺得 反映了那些香港市民 都是很熱愛蘋果 就是蘋果 就是蘋果是配照我們成長 我們就是看蘋果 因為現在就是很多些 那些新聞很多 有些都不報的 就是 報就報一些假的 蘋果不會 這些是我們精神承諾 就算 紙媒也好 網媒也好 我們都有得選擇 現在就是沒有得給你選擇 我們就不看新聞 看網媒那些 就是網媒要看真那些 說真話那些 那些 市民都很珍惜自己還有的機會 還有的機會 當然走出來支持 還有表達一下 我們的不滿 是吧 又少了一份報紙台 人家想做生意 又不讓人家做了 這樣更好 人家外資怎麼來香港做 可以封殺人家 整間公司 人家是上市的 大佬 是不是202 叫做 蘋果 是不是叫做202 我最近聽到 好像202 是吧 哎呀 或者當我說錯了 我不知道 是啊 我聽新聞 是 上市公司 人家有股票 那些市民的股票 是吧 是吧 政府不理你這些 不知所謂呀 這個鄭月娥 叫她林鄭呀 影衰她老公呀 我叫她鄭月娥婆娘 死獨婦 蛇躲眼 老鼠眼 我代表 我代表我的朋友 有良知的母親 父母出來 她說可以被人罵 我去罵你 林鄭月娥 林鄭呀 給你面子 不要叫林鄭呀 叫鄭月娥婆娘 好了 臭婆娘 真的很生氣 整天叫人打針打針 你兩個兒子打了針沒有 林先生你打了針沒有 是不是打死人的針 那些小孩子的針 是不是 都是不關你的事呀 叫人12歲的小孩子去打針